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 新版小龙女陈妍希也是为了减肥这件事 一直跟自己较劲 我觉得她真的挺痛苦的 一边拍打戏 一边还要控制饮食来减肥 不容易 最近她在台湾出席活动 聊的话题自然也离不开减肥 我不想一直症洁在 到底瘦了多少公斤数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瘦了健康 也难怪陈妍希对于自己的减肥话题感到疲惫 因为从胖的像小龙包到瘦的像罗志祥 观众们似乎从未放弃对她造型的议论 不过同时正如陈妍希所说 在动作器颇多的新版神雕侠侣中 在瘦身的同时如何兼顾健康 成为了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要拍很多的动作就是因为是武侠片 所以需要维持体力 有再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 我真的没有像我们路上讲的那么夸张 就每天都没有在吃东西 确实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过说归说 当天和陈妍希一同出席活动的林依晨 是励志减肥的成功范本 两年前在宣传电视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时候 林依晨就曾分享了瘦身减肥的秘籍 所以在减肥达人面前 陈妍希自然要多讨教一番 像我在英国也带了 台湾金鼓电锅过去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食物就是 营养素都会保得住 但是又会不是期待 还蛮好的概念 所以希望妍希也要顾到养肥 我也有带电锅去 去吧 575